去年阿发购战胜围棋高手引爆全球人工智慧新热潮 台湾科技部举行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启动记者会 由科技政委唐凤携手台湾最大BBS论坛PTT的创办人杜易锦 他还特地辞去微软职务回台招揽AI人才 希望能够加速台湾产业的发展 去年阿发购战胜围棋高手引发人工智慧新热潮 台湾科技部部长陈良基以及科技政委唐凤与民间代表PTT创办人杜易锦 共同宣布成立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 不特别针对商业应用开发而是朝向开放式发展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上面来提出 自己对于人工智慧想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的这样的想象 然后给大家一个相当好的空间去做实验 我们想解决问题以软体的思维以用户体验的思维 就会把我们高科技硬体产业一起把它带起来 创新里面我们找到想法 那只要能够找出想法 然后是真正可以拿来我们实际上去应用 那它就会是一个好的成功智能的方向 全球都在招揽AI人才 脸书创建AI学院对员工进行AI技能培训 而Google在加拿大设立AI实验室培养人才 中国在开出重金礼聘刚毕业的AI补兴 连薪近百万元人民币 Google前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前把Google 脸书微软亚马逊以及中国BAT 比喻为AI人才的七大黑洞 叫人才吞噬一口 AI人才功不应求 台湾益者又要怎么信人才回台 能够做到国际级的事情 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的去trade 就是我们这些人才回来 我们AI实验室的话 薪水肯定是 我只能讲就是说在业绩是非常computable 业者期待自由人工聚会实验室的权利 吸引国际人才加入加速AI软体公司创新 先前科技部表现将投入50亿元 发展AI人工聚会 主要在于基础人才的培议以及主机建设 政府与民间单位积极合作 要让台湾跟上这波AI潮流 新唐有电视鲁天长张元亭 台湾特别参谱到